蒜蓉空心菜 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家常菜 就是蒜蓉空心菜 空心菜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翁菜 這是綠色款 有一個是粗的 是水翁 這是韓翁 調味料有糖 鹽 這是熟蒜 是炸好的蒜蓉 你可以在超市買 也可以自己炸的 這是辣椒絲 雞粉 這是生的蒜蓉 把菜洗乾淨之後 把老的蒜蓉炸出來不要 現在把它炸開 就分開醃和蒜蓉 為何要把它分開放 因為這個醃是比較快熟 而這個蒜蓉要炒久一點 所以把它分開放 先炒這個蒜蓉 然後再加些醃 放入蒜蓉 現在開始炒菜 加些油 爆香蒜蓉 先 fait 把蒜蓉 放入蒜蓉 可以加入蒜蓉 浓入蒜蓉 品嘗 Peek 放入蒜蓉 炒至軟身和煎粥 炒至2-3分鐘 煎粗綠色和不太硬 可以加入葉 煎粗綠色和不太硬 加入椒絲 慢慢將菜炒 炒至軟身 炒一下 炒至軟身 可以加入調味 加鹽 糖 雞粉 炒至 炒至等一下 菜 tradition 沒有水 炒至軟明 炒好了,可以上碟了 加入炸好的蒜蓉 放入蒜蓉 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蒜蓉空心菜 喜歡的朋友可以試試 加入蒜蓉